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这个A股全通节目 那么首先呢 来看一下盘面表现 那么上升中止方便呢 今天呢 这个出现了一个过伤测试的一个走势 那么早盘呢 这个急跌 那么午后呢 开始这个起稳 探底呢 回升 并且呢 是一个W底 这个出现了一个回升 那么最后呢 是涨这个0.33% 那么收败了2846 上升50呢 是涨这个0.51% 那么收败了2809点 趁热板值呢 是跌0.8% 那么收败了2054点 那么两市呢 今天这个成交啊 是5783亿 那么比昨天呢 回升 那么港市呢 净流入 这个41.92亿 那么指数呢 午后这个起稳回升啊 这个权重 特别呢 是这个今天的权重指数呢 表现非常看跌 那旁边上呢 这个黄金啊 相关的有色金属呢 啊 因为避险 避险这个情绪啊 啊 有一个反弹 那么另外呢 稀土方面啊 这个啊 除一些这个啊 这个限制啊 稀土出口啊 啊 这个预期以及呢 这个国内要收储呢 这样的一个啊 刺激之下呢 稀土这个股份最近表现也比较强 那么飞行金融板块呢 受到这个金融11条这个政策的一个刺激呢 早盘这个券商股啊 表现也比较这个啊 活跃 那么银行股呢 啊 同样的是有一个互盘的表现啊 那么建制物材料呢 这个水泥股份呢 啊 表现的比较活跃 那么领跌板块呢 主要是隆林牧鱼啊 这里面的猪肉股呢 啊 最近呢 这个表现比较弱啊 主要呢 是因为这个猪肉价格见顶啊 那么厂能呢 啊 预期啊 未来一年呢 将啊 逐步补上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预期 那么医药生物呢 钢铁跟电器设备呢 都是领跌的板块 那旁边上呢 这个人民币啊 午后呢 回升 那么昨天晚上呢 在这个啊 美国这个美国啊 国务卿的蓬佩奥呢 啊 威胁呢 啊 之后啊 将这个香港的一个独立关税的地位呢 啊 这个威胁会剥夺啊 之类的一些表述呢 啊 那么引发了这个市场呢 啊 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紧张的看法啊 啊 那么情绪影响下呢 昨晚 人民币对美元离安会价呢 是啊 跌到逼近这个7.2的位置 啊 那么应该说是19年啊 啊 这个11 10月份左右啊 的那个低点 那么今天的早盘啊 基本上是继续的一个啊 创下这个啊 往这个地位逼近 啊 那么担心呢 在午后啊 出现了一个回升 那么这里面呢 不排除啊 有这个啊 干预啊 啊 那么市场呢 也随之呢 探底这个起稳 啊 那么啊 对后市影响呢 啊 现在这个资金啊 还是非常谨慎的啊 那么市场风格呢 主要是追落后啊 啊 以及一些啊 权重股啊 涨得比较稳啊 那么高位股呢 是出现了分化补跌啊 那么啊 这个今天呢 两会呢 也是闭幕了啊 刚刚闭幕啊 那么啊 表决呢 也通过了一些这个法案 啊 那么市场呢 关注的焦点呢 依然还是在这个香港版的一个国安法啊 那么这一块呢 呃 已经是通过了啊 那么明天 那么这个 这一天呢 要留意一下美国方面呢啊 有没有一些这个啊 相关的一个动作出来 啊 因为呢 此前这个汤普威胁啊 这个礼拜内呢 会出台一些这个限制啊 这个中国 以及相关的一些啊 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啊 利益方呢啊 有一些这个政策出来 那么市场呢 会比较谨慎啊 对待这样的一些事情 啊 那么另外呢 啊 那么呢 就是啊 华为呢 这个 孟王舟啊 那么在加拿大呢 这个啊 昨晚呢 啊 这个有一个啊 初判的一个结果出来啊 那么是啊 没有呢 能够豁免呢 之前的一个啊 这个啊 罪行啊 那么啊 这呢 也是啊 给市场呢 有一点这个担忧啊 那么啊 那么就最近这个政治 的一个事件落地之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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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呢 这个 此前的一些负面情绪呢 也反映了很多 在这个指数的一个行走上面啊 那么 搞不好呢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反倒是一种 危险 风险的一个落地啊 之后呢 市场呢 反倒会涨起来 那么 进一步关注呢 这个礼拜天啊 有一个5月份的PMI指数啊 这个表现 那么护纸呢 短账呢 仍然是考验这个2800点 但是呢 趋势来看呢 这个进一步探底到2700左右啊 机会呢 还是存在 那么今天的一个板块呢 就是走得比较弱啊 这个中港两地的一些医药股走得比较弱 那像这个A股的恒瑞医药啊 这个卖瑞医疗 医疗 这个啊 这个 这个 这个相关的一些股份啊 这个股价呢 都有一定的一个跌幅啊 那么 往上来再传这个第三轮的一个带量采购呢 最快这个7月份呢 会启动啊 那么 市场呢 担忧啊 这个进一步呢 要价这个啊 这个向下之后啊 啊 引起呢 这个啊 一些涉及企业的 这个 一个主打药品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啊 变化啊 那么 带来不确定性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这辆省呢 最近啊 有一个关于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的意见稿 里面呢 对这个 一些这个医疗器械呢 耗材啊 它的一个价格呢 跟销量呢 有一定的一个规定啊 那么 这呢 也立弹了一部分这个医疗设备股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 这呢 是两个消息面的一些这个风险因素 好 但是呢 呃 我觉得这个股价的一个下跌啊 啊 主要的呢 还是来自于这个估值调整方面的一个压力啊 尤其是 A股的这些板块啊 那么 对港股来讲呢 啊 这个估值啊 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合理的啊 啊 那么 A股这一块呢 调整之后啊 依然是一个值得啊 中线部署的板块 那么 重点呢 关注这个CSO啊 这个板块 也就是呢 这个医药外包研发啊 或者说医药制造研发外包呢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机会 那么 另外呢 创新药跟这个药房股呢 啊 也是呢 能够受惠这个啊 这个行业发展趋势的一些这个细分啊 领域的一个板块 好 那么 上面提到这个股份呢 没有持有啊 那么 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